在一个讲求创新的年代 光田医院的医疗特色 是必须要有精益求精 追求完美的态度 才能够经得起 21世纪的时代挑战 十年就是跨住一大步 他也没有想到说 我哪一天要变成多大的一家医院 也没有 他只是说我就是要 好好的服务这个地方而已 所以实际上在他那个年代 在海线地区 我们只能讲他是海线第一吧 这是一定不夸口的 现在你要付健保学 是要增集的关联 所以很多的规章一定要上轨道 这个一定要国际观 因为他们这个院长跟院长混在国外很久 他自己又开过诊手 如果他没有这样走 今天也没办法继续生意下去 王乃宏院长上任后 致力于特色医疗 美国际次专科的发展 长青院区医疗大楼 扩进完工 设有慢性病床与呼吸照顾病房 让光田综合医院的服务范围 由预防医学 急性医疗延伸至慢性照顾 服务处角更远至大甲 通宵 大雅等地 提供民众全人 全方位的医疗照顾 并且拓展百年企业的爱心助言精神 凝聚善心共识 成立宏道与宏裕基金会 我非常小时候就记忆很深 就是我爸爸 他是主动的这种爱心 医疗事业的话 没有爱心的话 医疗病人来 就好像太死板了 太科技化的话 就没有带一点爱心 王乃宏院长带领光田综合医院 长期投入工艺 以光大爱心 广播福田的人文精神 关怀社区老幼健康 更照护新移民的适应文化 不仅荣获第九届国家公益奖 更实践社会企业的责任 将爱心散播到各个角落 在南宫都在大甲的招牌 光田是杀戮的招牌 这个几乎是不可切割的 我感觉 光田的历史就代表着海线 当然现在面临很多竞争 可是在很多在地人 他们对光田 就是有一种去拜 做的就是信心的 所以我说建立光田医院 他们在台湾对台湾海线 甚至也有一部分是三线 变化的照顾以外 对整个医院的未来发展 是很有计划的 那我也相信 以王院长 他领导的能力 和他的企图性 一定可以达到他来的愿景 十年就是跨出一大步 王乃宏院长与夫人 携手成功为光田综合医院 注入企业治理的新气象 不满足创新 更追求卓越 未来光田综合医院 不仅只是 今日台湾非集团私人医院中 品牌经营历史最悠久的医院 更即将蜕变成百年厚实基础的 光田医疗剂教学体系 我们主动出局到社区 去研究他们社区民众 需要什么样的健康服务 我们回来再去提供 努力地提供 让他们的健康指标提高 这就是立足台湾放眼国际 我们每一届的院长 都是想要更突破 比以前更好 除了满足社区民众 健康的需求以外 守护民众的健康 是我们对社会不变的成目